现在打算买新能源车的宝贝租吧 你到现在租车多便宜吗 极客零零租一个月五千五啊 009普通版50万只到家的租一个月只要一万 009光辉版租一个月也就一万吧 你如果不喜欢纯电续航有较励宝贝干理想啊 租理想2789那一个月有超一万的吗 宝月 你不要以为新能源车价格战打得厉害 车企之间卷费编的了 租林行业他也卷了宝贝们 甚至很多品牌他都有官方的已租代购 我怎么算怎么感觉比买车合适 不吹牛逼动着一个新能源车刚上市的 你买完之后开完一年陪蹦起来 轻点的打八折 重点的出门就打七折 开一年陪着五折了宝贝 多吓人呐 这些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车 开一年给你陪蹦起来 咱自己按照自己的需求租个一月两月咕噜咕噜 这样的市售成本多低啊宝贝们 咋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说这个事呢 我一般出门去啥呀 我提前我就租一台理想啊 这玩意儿租嘎嘎便宜买是有点贵欠人们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都能租得着了 但是憋住小米 小米很贵呀 真得感谢雷军老师 感谢小米苏琪 把新能源车卷飞鞭子了之外 顺带的把燃油车打爆炸了 还把我们二手车商当成炮灰 打没了都快 2024年真难了 希望咱们年底还能顶风向见 远赞关注祝你发财又来好 麻麻当的一路长虹坐下机程 不劳而获身地健康 本视频没有任何不良引导审核老师 我真怕粉丝宝贝买完车后悔了赔爆炸呀 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排行榜 里面能看到每周新能源销量排行 看看新能源车哪家强